YOD 嗨 我是V 今天是Vive Highlight 今天不講的啥鬧 好險 希望你會做更多 我今天要講BYOC 這是我做了五年的PODject 為什麼我是BYOC 因為昨天有人講BYOD 好 大家好 昨天有人講BYOC 非常厲害 又有人講鍵盤 好 那BYOC 就是說 嗯 聽說我是真的有女兒這樣 那今天沒帶好 那或者說你別說對不起個人 小孩看法子 首先要提醒大家 大家在 人生是能不能控制的 所以請小心 每件事情 好 首先第一件事情是 跨距離 不過跨距離Meter的 然後 好 第二件事情是 第一件事情是 小孩是個特別專案 因為他長出會長大 就是 他不斷長大 然後 你沒有辦法阻止他 所以 那個 一開始的事實上 今天學習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長的對話 我們這邊叫教 這是導師教育 OK 那 大家可能有看過這個 奇怪的影片 OK 那個 大家看完走路 就覺得這件事很奇怪 沒有嗎 就是 怎麼會這樣出來啊 就是 他 同樣的件事情 今天他做 這些事情一點都不對 那 出來就是說 你必須要把 做的工作 都變成高學 那在人生中 就是怎樣 幫小孩 可以畫好為SOE 然後叫他做 不要自己做 那 第三件事情 你要花很多時間 在這種話題上 呃 如果大家有 大家應該覺得這種東西 這樣做的時間 對 那 第四 然後你必須要做 開始 然後修吧 然後 才不會說 指甲幣幣全餐放給人家 越來越多 比方說這邊就有一個 就是 十三加十八 十三十五千 搞錯了 那 這邊又要提醒大家 就是 家裡的前輩啊 長者啊 周遭友人啊 常常會散敵啊 或者是 直接把你的控股壞掉 那時候記得立刻就要修 不修 就是過了三年之後 他再把你的身體 好 那 另外一件事情是說 你 不能強制一個人 做任何事 相信大家有玩過分數的話 就會知道 你開體育也不會不願意 他會說 一句話 OK 那所以呢 就是需要一些心理控制的 對 然後是 剛剛長者覺得很好玩 然後我也是這樣 就是minecraft 好 那 玩完minecraft之後 就要告訴他說 你要不要自己打一套 好 自己打一套 有問題 好 自己打一套 那 自己打一套完 就說 你要不要多多看UI事情 所以就畫一下 它是我自己家裡怎麼樣 然後東西是 move up 叫 careful protect 好 那 所以呢 如果一個人都不是養成習慣之後 他每次玩完遊戲之後 就會 嗯 所以 這樣 接著呢 另外一件事情是 我自己發覺 另外一件事情是 要給你所有 所有 contributed credit 嗯 所以呢 他們就會幫你繼續做事情 所以 我有一個選擇 我不會提 我想喝咖啡 辦法我來 然後所以 我現在拿不到普通 我只能在小小賽 所以自己去咖啡 好 然後 如果 家裡是做的 careful跟女長同樣 所以 尤其是 找他你的另外一半 跟你的另外一半一起照顧小孩 不要自己來 自己來 沒有放假的時間 就是你要所謂的 就在他鍵盤上 沒有辦法離開鍵盤 兩個人的話就只要出這一招就好 好 呃 呃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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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厲害 不選 第一件事情是 比較重要 然後 第二件事情是 要有自己的SOP 三件事情是 要動畫時間 然後要 找老闆 和修 然後第四件事情是 在盛全裡面 所以不能 搶拾任何人 做任何事的 請用其他老闆 最後一件事情 就是 好 那 我根本只有人生的 其實我們我根本的人生是 另外一個人生 大家支持他 好 謝謝大家